你好 欢迎来到红歌杂谈 今天来聊聊关于基辛格 那么基辛格昨天100岁 已经到了100岁了 昨天立世 那么美国的媒体报道也很多 习近平也发来了验电 那么从习近平的验电当中 可以看得出来基辛格给予他的历史定位和评价 就是中共 中国政府对他的评价非常高 高度基本上就算是正国级海外人士的标准 上一次有这种验电标准的人 我看我自己的查到大概是张学良 你想张学良那是中共历史存亡 生死存亡的救命恩人 张学良在死在夏威夷的时候 江泽民法的验电跟这规格差不多 你想现在是基辛格 那么张学良是让中共活过来 起死回生了 那么这个基辛格呢 应该算是让中共呢 倒上这口气来了 就活过来了 也算是成长了 就是能够进入国际舞台了 基辛格的历史贡献很高 咱们一会再总结 那么习近平的这个验电当中呢 挺有意思啊 他有一个title啊 向美国总统拜登制验电 这个拜登制验电呢 其实呢 这个验电不大合适 有点牵强 但是这个验电内容呢 总体来说呢 是给中国人看的 意义也可以啊 因为这个东西呢 从美国的角度呢 你给拜登制这验电呢 他接不着 不是说接不着 没这意义 因为呢 他是前任多少年前的 联邦政府雇员 就基辛格 是联邦政府的雇员而已 你给现任的总统 发个这个验电 摸不着头脑 而且他们俩又不是一个政党的 你给他发有啥意义 但是呢 你说习近平这级别的 你给谁发 他可能觉得不合适啊 只能给拜登觉得对等 应该是给基辛格研究会啊 就基辛格在纽约的那家 研究会 他下面有好多公司啊 基辛格的那是一个大买卖人啊 那是个生意人啊 那么他里面的评价也很高 首先呢 他是代表中国政府 中国人民 个人名义啊 这个级别拔的很高 再有一个呢 他有 基辛格博士是世界著名的战略家 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好朋友 这个级别非常高啊 这个级别很高 而且世界著名战略家 我查了一下 大概我了解的历史资料上还没有给外国人是这么个评价 好像也许金日常有啊 但是我没查到 但是只有在中国的像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啊 这个级别的 是有战略家这个称呼的 那么他给基辛格这个世界著名战略家 那么就是一个顶级的评价啊 所以是属于正国级待遇的宴殿 那这个级别非常高 那么咱们这个之前 你看以前是这个谁啊 张学良有过的啊 张学良的江泽民当时给发的 江泽民是代表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民张学良先生是伟大的爱国者 标柄史策 世人景仰 中国人民永远怀念张学良先生等等等等 也得对啊 那么就是也是评价极高的啊 那么基辛格呢 跟他的这个待遇基本差不多啊 那么咱们来简单说说这背景 基辛格呢 他原来啊 是美国的这个安全顾问 国家安全顾问 他去中国的时候呢 就是安全顾问的身份啊 就是这个沙利文的那个级别啊 就现在沙利文的级别 那么后来呢 才提升为这个国务卿啊 就是他水门事件之后 他才提的这国务卿 那么基辛格去中国呢 其实我并不觉得啊 我自己的感觉呢 并不觉得 他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战略家 他只是在一个合适的岗位上 干了一个在那个时间段合适的工作而已 就这么简单 而且呢 有很多的历史资料啊 咱就不捣这个历史了 有很多历史资料 就当时 中美双方是有大量的秘密接触的 而且如果没有这种秘密接触 也不可能 基辛格那飞机就直接从巴基斯坦到中国 就就直接到北京 就就能跟周恩来见面 提前呢 是要做大量的私下的这个铺垫呢 联络的这种工作 安排细节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 之前中美双方是有联系的啊 呃 有的调查机构呢 说是有上百次啊 就大使级的中国和美国秘密的联系 但是美国的中美双方都不承认啊 并不承认这件事情 那么当时呢 美国想跟中国建交是出于美国的利益需要 这个大家要知道这个历史背景 基辛格当时的这种呃 国家安全顾问也是出于在美国的工作职责范围内 为美国的利益考虑 而且当时的主要的大boss策划运筹推进这件事的 是尼克松 根本不是你基辛格 基辛格就是一个执行层面的人物 他去执行尼克松的任务 就是这么简单 因为当时呢 美国现在越战 而且苏联的跟中国关系又开始不好 所以美国发现的跟中国搞好关系之后 建立外交关系或者建立关系能够牵制苏联 同时呢 把苏联和中国在越南的这个实力呢 稀释啊 让他们回去撤一下 这样美国呢 在国际事务当中呢 能达到一些大国的平衡 所以美国是从自己的自身的利益考虑去干这件事的 所以呢 这个才有啊 后面跟周恩来见面啊 这么个背景和过程 那么他呢 是金辛格1971年啊 去过中国 那么他七七年夏天第一次去中国就见了周恩来 那么72年啊 就有了这个 尼克松访华 正式访华 其实这里面啊 尼克松访华之前 中国也做了工作啊 就是把中中华民国 从联合国的席位给他急跑赶走啊 这中国自己做的工作 当时其实美国的很多背景呢 是美国希望 美国的国会啊 调查是希望中华民国和中国 这个中国啊 同时在联合国有席位 但是中国不同意啊 所以中国做了一些工作 通过那些老少边穷的国家 把这个中华民国花钱给急跑了啊 是这么个事 那么这个金辛格身上呢 大概有三个标签啊 咱们因为这个历史背景的东西太多啊 我又不是这专业的 我只能通过我自己浅显的理解 这么感觉这些 做一些聊聊自己的感受啊 那么金辛格有一些标签呢 我觉得第一个标签呢 就是访客 他其实去中国呢 就是一个访客的身份去的啊 他是一个政客啊 一个访客去的 他是一种工作关系的联络人啊 帮跟中国去打交道 这是最基础的一个阶段 那么后来呢 他就成为中国 包括美国之间的税客 游税啊 就是做政府工作呀 工作呀 上传下达呀 做这些工作啊 同时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标签呢 就是外教 外籍教练 就是当时中国对外交往 外交啊 事务当中 尤其是和美国 以及这些西方国家 怎么打交道 不会 不懂 不知道 因为什么 因为当时中国 在历史上 当时中共 那些好的国家 基本上都是独裁国家 独裁国家呢 比较简单 你把这个独裁的大脑袋搞定 就都搞定了 但是美国和西方很多国家很复杂 他们有议会 民主选举 所以怎么和美国和西方的这些政府打交道 其实基辛格是中国外交部门 外交战线的一个外交 外交或者叫教师爷 或者叫老师啊 绝对不为过 你怎么和这些民主国家打交道 中国没有经验 你跟斯大林呢 跟金日常恶玩的好极了 跟这胡志明啊 这行 你跟那个卡斯特罗这可以 但是你一旦跟美国跟西方 这种议会制啊 什么 这玩不断 怎么跟你说完 你们议会还不同意 你们怎么这么复杂呀 你拍板不就行吗 不行 我拍不了板 所以中国不会和这些国家打交道 这基辛格是给开了个门 把中国的这些外交工作人员 给他们 交给他们这么个工作程序 这个绝对不是胡说啊 这是我听过外交部 一些人啊 以前到美国来 他们闲聊是说过 就是和西方打交道 和这些民主国家 这些议会制的国家打交道 中国的祖师爷就是基辛格 交给你们怎么打交道 而且基辛格的这些方式 中国很喜欢 就是他能跟中国政府 用私下勾兑的方式 密使交易的方式 这是中国擅长的 所以当时呢 中国很喜欢的 跟他关系很好 因为那个六七十年代呀 历史阶段的那个 那个那个阶段吧 就是那样 所以呢 基辛格第一次访华的时候呢 美国国会不知道 然后国务院也不知道 这些东西换到现在 都要进行国会问责的 谁允许你去的 谁给你授权去的 凭什么你跟他 偷偷接触 怎么怎么样 是可以去问责的啊 但是当时就这么干 就偷偷干 而且有很多 后来的历史资料 记录 当时就像基辛格 给中国提供了大量的 建议和有效的策略 就是哎呀 你怎么 我们现在该怎么怎么做 哎呀 我不行 这事得国会批 咱们不能这么过 中国就很困惑 你 你们 总统都定不了 你们事 哎呀 我们定不了 我们得听国会的 中国才一步一步知道 民主政府是怎么运作的 所以呢 基辛格是组织业 而且当时有一个 中美贸易 中美贸易全国委员会啊 就是这次老习来 跑那演讲 那个 19273年建立的那个 那是美国国务院和商务部建的 建那个东西 就是因为绕过国会 可以和中国做生意的 这么一个机构 当时中国就不明白 不懂 你们怎么还得弄个 这么个地方啊 如何如何的 后来猫着门了 猫着门了解 哦 人家民主国家 是这样去做的 所有这东西都要通过 选民啊 都要通过这个国会去批 你这东西是这么玩的 你才闹明白 那土巴路打 那玩过这个 那你 王八盒子往桌子上一拍 你就得这么干 不干就不行 但是美国不行 所以呢 他要学啊 所以这东西呢 都是吉星哥教的啊 还有呢 后来呢 吉星哥就基本上成为啊 中国在美国的一个前客 就是游说美国政府啊 公关公司啊 一步一步呢 变成了中国的一个生意合伙人啊 就是吉星哥 在他退休 不是 离开联邦政府之后 82年代中后期 就开始在中国做生意啊 包括8964的时候 当时美国的国会啊 和很多机构要制裁 吉星哥就是阻拦 他自己的态度是 不要制裁中国 因为他有大量的生意在中国 因为当时中国刚刚开始 改革开放 见点起色 中国的一些国字号啊 中字头的这些公司 跟美国合作 做生意 给美国市场 这些大肥肉 早遭的 啊 就在这个 吉星哥的这个怀抱里面啊 吉星哥呢 他算是一个最早拿到中共 拿到中国政府原始股的 这么一个大佬 一个大老板 那他非常厉害 因为他堵住 我觉得他压对了一个堵住 就是中国政府 因为有好多这种 这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政府啊 政权啊 干不了几年倒台了 但是中共一直活到现在 垄断那么多资源 所以吉星哥一直抱着 这个中国政府 一直到今天 他都是传给子孙后代的 这些财富啊 所以到现在为止 中国做美国的工作 都是这四件法器 吉星哥 飞虎队 乒乓球 大熊猫啊 大熊猫现在回去了 乒乓球也不怎么打了 飞虎队历史产物了 那么吉星哥也死了啊 现在这几件法器 也不打好时了 所以那后边 现在还看不出其他的啊 但是起码 你能看到 这个 中国对他的评价很高 而且吉星哥呢 确实见过 从毛泽东开始 到现在习近平 他都见过 他是一个活化石 这毫无疑问 而且他算是 中国给他的独家代理 在美国的这种 政商两界 横跨政商两界的 这种利益代理人 给他的独家代理 独家授权 吉星哥啊 这个赌注压对了 绝对是压对了 而且呢 他 呃 算是 中国 在第二次 怎么说呢 中国一直说 打江山 做江山 他算是参与 共产党最早 打江山 打什么江山呢 就是国际江山 打开国际大门 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路人 啊 这个毫无疑问 开门人 引路人 他做到了 而且他也算是个 教师爷啊 就教这些外交 外交官啊 怎么和民主国家 和议会制国家 打交道 他是一个老师啊 那么把自己呢 也确实从访客 到现在呢 完全变成了一个娘家人 他现在在美国 完全就是美国 就是中国的娘家人 娘家人啊 毫无疑问 而且呢 这个以前我聊过啊 就说中美关系 就是两个人 从恋爱啊 暧昧恋爱 结婚 到现在呢 名存失望啊 这个 这两个人 暧昧呢 就是金鲸格 那个年代啊 暧昧 恋爱呢 就是从80年代啊 这个79年 中美建交以后 那么 在这个中美 79年正式建交 到1972年 尼克松访华的期间 做生意 就是这个美中贸易 全国委员会啊 就有这么一个机构 呃 不中 不洋 不美 不中的这么一个机构呢 能和中国做 绕开国会 做生意啊 所以有那么一个 呃 那么一个机构 所以这种东西呢 中国很喜欢啊 基辛格呢 可以通过中国人 喜欢的工作方式 和中国人打交道 就比如说 像这种密室沟通啊 桌子底下的 这些交易啊 小会 这个不 这个会上 办小事 会下办大事 这是中国很喜欢的 工作风格 基辛格就跟中国 就是这么干的啊 你看这个川普就不行 中国就很头疼 川普每一个谈判 环节 川普都要拿出来 跟新闻界说 啊 大豆又怎么样了 加税又如何了 中国就很头疼 但是基辛格 中国是很喜欢的啊 咱们私下来 关起门来 咱先聊 聊完之后咱再说啊 所以基辛格呢 就中国很 很喜欢他这种 做事风格 所以他是中共的好朋友啊 他也参与了 中国这个 在国际事务当中 这个打江山的第一代 他也绝对参与了 所以他现在参与 分蛋糕啊 参与坐江山啊 也是也是合理的啊 也是合理的 那么大致啊 就是这样啊 那么在中国和美国的这些关系之前啊 其实呢 已经大大小小有过很多的接触啊 这个像乒乓球 乒乓球就是尼克松返华之前 就是那些民间的 不是民间的 就是我说那些 美国的调查机构 发现有私下一百多次啊 中美 大使级的这种交易 这个沟通是有的啊 有个题外话 1954年 有个日内瓦会议啊 当时呢 有一个美国国务卿杜勒斯 在那一个会议上的拒绝和周恩来握手 那个杜勒斯呢 就是现在 我们家旁边的华盛顿这个杜勒斯国际机场 就是那个国务卿 就用他的名字命名的 就是当时跟中国关系不好 那么后来60年代 60年代末 70年代初 就是美国的利益需要重新调整 分配国际秩序 国际格局和这些这个社会主义阵营 怎么打交道 美国出于自己的利益 跟中国开始接触 那么中国呢 也算是旧坡下驴 那么基辛格呢 也就是那么一个当时所在那个工作岗位的一个 正常的工作人员 他我并不觉得还有什么 这个什么国际外交家乱七八糟的 不是啊 你弄个纯货榜了 让他去这么干 他也能干啊 而且中共是很擅长做人的工作的啊 中国呢 比较擅长做人的工作 一直中国总说 这是我们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老朋友 为什么 老朋友可以好 这个可以做工作呀 做老朋友的工作呀 所以中共呢 是不擅长和这些 这个议会啊 民主国家打交道 因为他你还得有民意 还有议会 这个那个 你那独裁多好 我给你 给你点这个好吃好喝 给你点这个这个利益 给你堂一炮弹 金钱美女 你这不就把你腐蚀了吗 咱们事不就好谈了吗 但是议会这不行 但是你想对基辛格是可以的 中国很擅长 基辛格去几次 中国马上就 就就完全被这个中国拿下了 他们家呢 在这个康内地格州啊 基辛格他们家 有好多中国古董 我有朋友去过他们家 说基辛格他们家 有好多中国古董 很厉害啊 当然了 这些年啊 人家也该啊 那这个得这份红利 因为当时呢 国际中 中国政府在国际上 没人承认 基辛格呢 算着帮着中共开门了啊 而且当时跟他们那一批的啊 得得得得得得好处的 还有布什家族 也是得好处的啊 尼克宗访华的时候 基辛格去了 布什也去了 老布什就是通过那个时候 那中中美这个联络办公室 当时就是在北京办公室主任 就是这个老布什啊 跟邓小平后来就关系好了 布什家族 包括休斯顿的中国领事馆 为什么搁在休斯顿 那邓小平 亲批的 他跟老布什关系好 就把这个中领馆呢 就放在休斯顿了 放在这个德萨斯州了啊 因为以前说是 当年是想放在亚特兰大的 但是后来放在老布什那了啊 所以 基本上就中美建交那一批啊 那一批美国的高官 和这些这个参与的当事人 基本上都算是红利嘛 就得到红利的那一批 美国政客 因为呢 当时中国刚刚起步 那么后来呢 中国也需要和美国打交道 那么第一批 化石人 第一批能接触到的 就是美国政府这批官员 而且美国政府的这批官员 他们都有政商的背景 所以他们在商业界啊 生意界啊 都是有背景的 那么基金格后来做他的基金格基金会啊 很多的公司啊 他有很多的这个 你都不知道的那些乱七八糟 他参与的投资的那些东西啊 在中国有巨大的市场背景 巨大的市场利益啊 这也是中国给他的独家代理 好吧 今天聊到这儿啊 请大家点赞订阅 谢谢